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活动回顾吧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鼓励各团器都能够记录下团器的精彩生活画面 在家训中和众家人一同分享 接下来是教会的报告事项 6月8日下周四到6月11日下周日 连续四天晚上七点半到九点一刻 伍家将举行湾区延津陪灵会 陪灵会的讲员是孙约翰墨师 主题为21世纪信徒的形象与使命 孙墨师先后在世界各地牧养教会及竹岭聚会 共有60年之久 灵力丰富 讲道活泼有力 是深受各地会众欢迎的讲员 鼓励弟兄姐妹们参加 武家今年第二次洗礼 定于6月25日主日举行 请清楚得救 愿意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 趁着新一季主日学开课 报名参加木道班和基要真理班 并准备得救见证一份 向各牧长或传道人报名 若有任何问题或疑虑 请联系教母同工为您解答 6月11日下周日下午1点15分到3点 在大堂 于小安医师将带来讲座 长治久安远离肠癌 于医师是湾区九夫盛名的 肠胃肝胆科专家 他将从医疗预防 生活饮食以及环境污染的角度 来解说如何防止癌症的发生 欢迎家人们参加 本周的嘉讯就到这里 对了 今天是新一季主日学开课的第一天 非常鼓励家人们积极参加 在神的真道和话语上 建造自己 另外今天下午1点15分 在避难教室 有门徒训练会议 请各团器负责人参加 愿神赐福每一位家人 我们下周再见